巴拿馬春晚的一個平台 就是一個文化交流的基礎上 其實起到一個民間大使的作用 作為何突然看到商店、商業中心、很多店舖都關門 後期一了解到原來就是猶太人的過年 我感覺到中國也有自己過年的方式 第一年的時候邀請了當地我們自己的僑社的民間愛好者 和當地的僑社的僑社來舉辦一個春節活動 通過這一次之後 我覺得這樣也不夠吸引力 在網上看到當時有黃飛鴻的高莊武師 看到黃飛鴻的高莊武師之後 就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當時想回來中國邀請國內的聖書團去 邀請了黃飛鴻之後 打算單一扣武師的影響力也不夠 我就組織在湖南的劉陽 買了一個二十呎櫃的煙花去燒 因為當時的煙花成為 在巴拿馬來說是歷史上第一次 巴拿馬建國以來沒有燒過這麼大型的煙花 如果看到國內的煙花一燒上天空 是一球一球一個降落散 非常震撼的 所以這個活動通過兩個最有吸引力的節目 整個轟動整個巴拿馬 所有巴拿馬的民眾和官員 都知道原來我們中國這個春節 由那一次開始 巴拿馬人真真正正認識到中國人 因為連夜飯也是我們中國民族最傳統的節日 所以通過2018年這個連夜飯 非常之成功之後 想起我們在廣東來說 是有一個比較最特色的美食 就是清遠雞 經過16年來一直堅持 不斷地舉辦 中醫巴拿馬政府在2021年的11月 將我們這個巴拿馬的春晚 和我們中國的春節活動 定為全國性的一個節日 今年2022年的春節聯歡晚會 我們聯合了五大洲 二十多個國家 一起和我們聯合舉辦 這個春節聯歡晚會 讓我們這個中國年 在海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現在巴拿馬民眾 都會對我們的春節很減興趣是什麼呢 第一 他說 他問我們 春節前的每一年的十二月 就會問我們明年的春節 你們中國的唐人年 在哪一天舉辦 在哪個地點舉辦 然後是 明年屬於什麼生肖 現在西人對生肖 已經是融入到他們的老代 就在那裡了 又有巴拿馬的節目 又有巴拿馬的明星 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這樣我們讓它 正正式式 我們這個巴拿馬春晚 不是單一為了藝術去演出 是為了中巴文化交流去做 這個巴拿馬春晚 要讓他們知道 是一種文化交流的模式 不是單一就是為了一個節目 我們想通過這個平台 就像中巴文化一個交流的平台 祝我們國內的新年快樂 萬事而易 祝海外僑胞 新春快樂 恭喜恭喜恭喜